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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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那一夜花而开的妖绕 女儿心事又有谁知晓 吻天吻云月儿笑 花园相望人寂寥 痴情人得不到也忘不掉 寒雨过也未了 天出现一丝光亮 不抵消深情 山河岁月最人浪 一腔煽情 无意报 这一世风雪路徒遥 相濡一抹是骄傲 来世再相约 听见话多记得我 到底是一世的 轻微了 来世再相约 听见话多记得我 到底是一世的 轻微了 你哭什么哭 哭死人呢 要死也是我死 你是骂他们做什么呀 哭哭哭 哭哭哭 都哭都死了 算了 让你们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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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哥 让你们哭 德哥啊 德哥 打孩子干什么呀 老师 你 行了行了行了 来来来 这是哭 大石头 大石头 别打了 这孩子 大石头 来来来来 这是好吃的 去带弟弟妹妹们到院里面吃去吧 走 你看你大孩子干什么呀 表叔 坐下说 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呗 我就知道 所以我特地来看看你 给你送点东西 表叔 太谢谢你了 快快快 快起 快起 德哥 快起来 快起来 表叔 等把这段暖日子熬过去 我已经上门 垫一磕头去 德哥啊 现在啊 还不是最难的时候 这都吃不上饭了 还不算最难的时候啊 你想啊 现在那洋机器还没有开动 你们直了土布 那些穷乡僻壤的地方 总还有人需要 你们呢 也总还有些收入 等到那洋机器 一开洞 那洋布 哗啦啦啦 像水一样流出来 连穷乡僻壤的地方 都用上了洋布 那 你们真成了 饿死这一条路啊 不会吧 不会 怎么不会啊 德哥 德哥 你知道上海吗 上海去年开了一家机器织布局 结果呢 四零八乡 有一些手工职户 全家自杀 还有武汉 也开了一家机器织布局 也开了一家机器织布局 自杀的我就不说了啊 还有不少 这个职户沦为盗匪 最后被官府抓住 傻头的傻头 流放的流放 太惨了 白叔 要不 我去找找吴老爷 找他没用 吴卫权姓什么 姓吴 那机器织布局就是他家的 他本人 就是机器织布局的股东 我要是你啊 就趁着那杨继千还没有开动 要先给自己找条出路 而且要多约一些人 一块儿干 我去找他 白师啊 陕西机器织布局 运作得怎么样 如果顺利的话 下月就能开工 太好了 只要机器织布局一开工 能见到时效 我本人就可以向朝廷 举荐你处论陕西巡抚啊 可这恩灵刚刚调任不久 他在陕西碍手碍脚 我们早就看不惯他了 正好由你取而代之啊 可是 怎么 机器织布局一旦开工 肯定是千头万绪 几蛋疏离 我若调任巡抚 俗误陈申 反而会误了机器织布局 这你不用担心啊 你巡抚之尊 能照旧兼任总办 既然如此 白石定当劫心尽力 继续寻找爱国救民之路 本师啊 没诗的就先向你贺喜了 多谢老师的栽培 来 坐 白石啊 我出京的时候 仿佛听人说起过 你上了一个折子 要求重审 京阳吴家东院的军需案 是 我正好想用此事 问问老师 这军需案当中 有一关键的证人 可是在翻找案卷的时候 却查找不到 关于此人的任何记载 白石 你我 相识多少年了 从我进京参加会议考 到办在老师门下 已有十年 你若还敬我为师的话 就不要再纠缠这个案子了 为什么 此案牵扯各方势力 稍不留心 就会引火烧身 你若 旧案重提 只怕是你我难逃纷扰 甚至会把很多人 都牵连进去 可这此案的确有缘啊 此案已经结案了 白石 我出京的时候 已经托人 从经济处 要回了你的折子 你再琢磨琢磨吧 啊 白石啊 以你的才干和能力 不输于人 只是在审时夺势上 还差那么一点点火候 我怀疑我的老师 也牵扯其中 你说的 张长青 张先生 官场黑幕重重 今日算是领教了 我都已经答应了周莹 要给她一个回复 可我现在 连申请重审的奏折 都递不上去 你说我这地方大员 还有什么可当 我若是你 我就会去要求 面见皇上 请出上方宝剑 将那些贪官污吏 统统占光 若能上你说得那么简单 我又何必矛盾痛苦呢 白石我也想 我也想有你这样的苦难 可惜啊 求之不得 喝茶喝茶 我是你的话 我就直接跟他说 我我现在喜欢你 我就是你的人 你以后别再跟其他姑娘好 那就完了 我们今日 要在你这里 好吃好喝一番啊 好 小姐 嗯 这脸怎么这么红啊 少说废话 好 好 我跟你去吧 你去吧 小姐 你去吧 你也在 我来找你大哥 酥酥苦 这个家伙 在这儿折磨我 折磨了两个时辰 我是不堪其扰啊 小美 你来得正好 我呀 可以出去透透气了 你来得正好 大哥 你别走啊 我 做了几个新菜 本想请大哥尝尝 既然赵大人在 那就请赵大人 品评一下 这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请 赵大人 这虽然是一道普通的青菜 但却加入了 茴香 八角 肉桂等香料 吃吧 回味无求 我为之取名为 清清紫巾 悠悠我心 荡为君故 沉隐至今 奇怪 closed 可哽 果然 如吴孝姐所说 入口不足为奇 但却回味幽长 果然好厨艺 kung 邵大人 请尝第二道菜 这汤 是以伤好的老母鸡 鸡汤为底 再加入香菇 香菜熬制 起锅时撇去浮油 过滤杂质 看上去清淡无比 但却是内涵丰富 火厚绵长 的确美味 赵大人 这汤也有名字 原文奇想 素茴从之 道足且长 素茴从之 碗在水中央 赵大人 还有第三道菜 这鱼 是以去年中秋采摘的桂花 蒸制而成 我被之取名为 香如鱼墨 赵大人 你觉得我的菜做得怎么样 吴小姐的厨艺 的确是出神入化 在下 食之于口 感动于心 不过 请知书兄弟 你 这盘炒青菜 香料炒制得极好 不过青菜略显普通 若是换成萝卜 只怕更为出色 这碗汤也的确很有特色 历经火候 却回归清淡本色 我以为改成 曾经沧海难为水 更为贴切 至于这鱼 我记得庄子的原文是 香如鱼墨 不如相望于江湖 与其玉瑶 而非结也 不如两望而化其道 的确 海阔天空 何必 执着盘中空间 小姐 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做菜一门 其实无关手艺高低 而在乎用心多少 然而 然而 作者有心 贫者无意 也是一大憾事 在下 天生了卢顿 与 饮食一行 也 不曾有研究 实在是 辜负了吴小姐的厨艺 不过 饿饿泰山 洋洋江河 假以时日 吴小姐 定能找到指引 何香 我们回去吧 你怎么会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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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平时 就不再有事 你别做的 你跟盛媒都说什么了 一桌子好菜被我一通乱屏 惹她不高兴了 我尝尝 绑纱机和织布机 都已经全部到位了 我们再做最后的准备 赵大人 怎么样 明天能够准时开工吗 肯定没问题 赵大人 你从上海机器织布局招来的这些先生 真是神秘的 这么大的铁玩叶在他们手上 竟然又听话又服帖 他们都是经过洋人培训的 专业技师 难怪啊 对了 我们自己的职工 培训得怎么样了 回赵大人 我们已经发布了招募启示 但应招的人寥寥无几 为什么 不知道哪里传出的谣言 说我们这些洋机器 会咬断人的手指 所以本地人都不敢来应招 这明日就要开工了 这职工还没有 你们这是怎么搞的 赵大人不必忧虑 我已经和这些技师都谈好了 等开工之后 他们都会多留一段时间 并且亲身示范 保证机器都十分安全可靠 又有工钱可拿 自然会有人前来应招 如此甚好 真的要开始了 是 是啊 历经艰辛 总算是梦想成真 赵大人 你的梦想是什么 福民 强国 你呢 我的 实现不了 说来听听 我想回到从前 那会儿我刚进冬园 武聘还在 一切都还刚刚开始 刘年纯暗渡 往事月空命 夫人乃是大智慧之人 对那些实现不了的事情 不必执着 我知道 所以 我还有第二个梦想 是什么 那是当年 我以前 我和吴平一起许下的愿望 要把吴家冬愿 发扬光大 把吴家冬愿的生意 做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全世界 夫人说的可是 全天下 不 是全世界 我以前只知天下 不知世界 夫人的志向 赵母亲妹 真希望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这一定会是一个 全新的开始 少奶奶 夜店来了 来 待会儿休息一会儿 吃口东西 快来 谢谢少奶奶 来 来来来 大家来 大家来 飞一下 飞一下 来来来来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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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明天我们如果再不动手的话 可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呀 说得对 那你准备怎么做 怎么做 我还没想好 你准备了 你准备了 表叔 您倒说说 您有什么好的法子呀 我也没有什么好的法子 不过 我倒是听说一件事情 有人在广东南海 开了一家机器骚丝厂 跟这儿的机器织布局一样 是夺人生业 杂人饭碗 乡林们一开始也是四处呼吁 但却没有效果 后来乡林们忍无可忍 将那骚丝厂西统捣毁 最终把事情闹大 当地官府出面 将所有的骚丝厂 永远乐庭 以安明宴 永远乐庭以安明宴 这 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吗 就是要是要是 没错 还有 我听说 有一家义昌洋行 准备在上海办一家仿沙场 当地的土不知户 强烈反对呀 多次劝说无果 土不知户干脆将其捣毁了事 也是把事情闹大 最后两江总督沈宝珍 只好亲自出面 令其永远关闭 对 我看呀 只有把事情搞大 才能解决问题 对 对 对 我们也可以效仿 广东 上海那样 将那机器制补局 给它砸了 不就一了百了 白了 对 砸了 诸位 诸位 这个 咱毁人财物 那官府不追究吗 官府也恨洋人 只是爱着朝廷的面子 没有办法 我们捣毁洋人的机器 官府高兴还来不及呢 是 是 是 看广东和上海的例子 官府不都是站在咱们手工之户这边吗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既然这样 明天 我们就大战一场 对 对 大战一场 大战一场 这样不好吧 那机器虽然是养机器 可是 这钱可是吴家出的 是啊 那吴家人 都不顾我们大家的死活了 你还欣赏他们家因子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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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吴老爷 以前对咱们还是挺好的 怎么不能这么做呀 好是不好 现在连饭都不让我们吃了 对 对 对 咱们炸啊 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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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刚刚 还有说齐心协力的吗 明天 咱们又齐心协力的 大战一场 我同意 同意 同意 我同意 好 依我看 不闹则语 要闹就要大闹 大闹 怎么大闹 我有个主意 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明天他们正好要开业 请着世界队伍 到时候我们都给他讲了这 好 来 吵子 是是是 西齐支部局明锐开工 胜败也在此一举 您放心 陶掌柜都已经布置好了 明天这样 你明天也到现场看着 如果那个陶掌柜不顶上 你见机就赏 是 短短几年 吴家就东山再起 想必这个周英啊 真的有点手段 雅以示之人 说不定不雅于吴卫文 但吴卫文当年就都不管了 现在他也一样 等明天吧 我老爷在吗 老爷这两天病了 这会儿湿了要刚睡下 你明天再来吧 不 别 明天可就来不及了 你等等 你 老爷说你找他做什么 他闲着有数 但是无能为力 这袋面你先拿回去对付着 不够了 他再帮你想办法 好 你跟老爷说 大伙啊 明天准备大闹一场 快让老爷千万有个提防 好 老爷 李长文走了 把面都给他了 给了 好 好 自从长文老婆病了以后啊 这日子就没过舒坦过 老爷 老爷 李长文走的时候说 他们那帮人筹划着明天要闹一场 让你有个准备 闹啥呀 他没说 那就闹吧 我还想闹 老爷 要不 咱们给周英报个信 明天织布局就要开工了 别有什么闪失啊 不会有啥闪失的 就那么几个人闹不出啥名的 这个机器直播的事啊 这人人都憋着一口气 闹一闹发出来也好 免得日后出大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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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父老乡亲 今日 陕西机器制布局开工 有人喜之 暂其推陈出新 有人获之 因其前所未有 有人拒之 怕祖制 从此毁于一旦 然则所谓祖制 已成垂木 然则旧法 难以为继 降我大清朝 昔日 五大周中之最强之国 而如今 已沦为 小邦肆意轻武之对象 通州兵败 圆明园之难 麻为海战历历在目 痛彻肺腑 凡是有识之事 无不欲奋法自强 而欲自强 必先理财 欲自强 必图振作 今日 山西机器织布局之成立 则是破除旧法 需比之长 去我之短 建树千年未有之奇业 遏制洋人弃眼 重振大清国威 好 一起吧 大家一起来 二少爷 您回来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刚到还没回家呢 我来交账 坐坐坐坐 喝口茶 堂掌柜呢 堂掌柜今天出去了 对了人都上哪儿去了 大家都去看热闹了 就我一个人看店 看什么热闹 听说今天陕西支部局开业 这么快啊 我寻思怎么也得下个月啊 二少爷 你也去看热闹啊 当然了 那你可得小心一点 听说今天京阳所有的 土部之户和商户们 都联合起来了 还准备了铁锹棍棒 看来会有一场恶斗 你说什么 二少爷 到时候你可得站远了一点 免得见你一身血啊 二少爷 小心一点儿 二少爷 赵大人 赵奶奶 二爷 所有机器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好 赵大人 赵奶奶 二爷 陕西机器支部局正式开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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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开动 快动 快动 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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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要出事 怎么了 关地齐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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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 兴办洋务 乃是受朝廷重拓 而机器支部 已是大势所趋 你们在此如此行事 乃是倒行逆施 赵大人 我们就是为了活下去 活下去 你们的要求 我也了然 不日 则会给你们一个答复 那现在 我命令你们就地解散 凡是立刻离去者 既往不咎 若是留下声势 立刻逮捕法判 各位乡林 我是陕西机器支部局的会伴 你们刚才说的生计问题 其实我们都有 让他们落下什么 等我们这儿看 刺一看 你们刺一看 你们干什么 都住手 住手 住手 少奶奶 走 走 少奶奶 快走吧 干什么你们 我又砸到了你 干什么 小奶奶 你没事吧 大家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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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打 不能打 大家不能打 别打了 别打 不能打 别打了 不能打 别打了 别打 别打了 别打了 躲开 让开 别打 别打 别打了 别打了 戴卡都是错论分析 别打了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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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砸了 别砸了 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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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砸了 别砸了 都别红队 红队 别砸了 大家别砸了 听我说 别砸了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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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别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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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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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 把他扶起来 掌控就让他坐一下 快 带他去找大伯 是 大人 夫人 我们这次 此时惨重 牧玉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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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夫人 小小姐 小姐 回去救大夫 救大夫 闪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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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听说少奶奶 当场就吐了一大抗鞋 严重吗 不知道 梁大夫已经赶去冬院了 老爷也过去了 现在夫人也准备去探望 我也去 老爷 后来增援的冰丁赶高 抓了一些人 不过 那些洋机器基本上 全都被砸烂了 王德根这种蠢 使唤起来 还真的分外得心应手啊 我就爱使唤这样的人 那陶掌柜呢 增援的冰丁一到 他就偷偷溜走了 他这种人 真的是够机灵的 我就喜欢跟他打交道 我们总算是完成了一件大事 还没完呢 还有一件事 到时候 你联络一些士绅 造点声势出来 是 对了 我在现场还看到一个人 拼命地维护陕西集许支部局 谁啊 沈兴怡 这个二少爷 关键时刻 真的能给我们帮忙啊 我 回忍着 今生 犹如鞋 起方 潺潺 绵绵绵 只成绵 我问思念因从哪边猜 一轮明月升起来 心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 我不能久留于山岸 待天空云数寂寥我发现 你从未离开我身边 遥遥相对 漫天轻辉 再从容看一遍 宽若雨水 忍不住一时凭空依偎 岁月有恨 都在心扉 独自在茫茫月光的中间 我不能久留于山岸 待天空云数寂寥我发现 你从未离开我身边 遥遥相对 漫天轻辉 再从容看一遍 宽若雨水 忍不住一时凭空依偎 岁月有恨 都在心扉 心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 心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 我不能久留于山岸 待天空云出几了我发现 你从未离开我身边 愿者 Corin家 阅京 角色